美国第二繁忙的交通系统 首都华府地铁周一传出意外 廊坊广场站下午近4点传出浓烟弥漫 部分民众受困超过40分钟 造成84人送医 其中一人死亡 地铁部分路线停驶 地铁管理局表示 还未确定烟雾来源 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展开调查 印尼官员表示 亚洲航空失事班机QZ8501的另一个黑盒子 今天是第1个 今天稍早已经打捞出海 昨日潜水人员已从爪哇海域 绕到第1个黑盒子 目前正送往首都雅加达进行资料分析 美国加州传出麻疹疫情 卫生官员表示 上月又接获7起麻疹确诊病例 都曾到加州迪士尼乐园游览 加上之前的确诊个案 已经有26名确诊麻疹病患 都曾在上个月15至20日 前往加州迪士尼乐园 或迪士尼冒险乐园 楼高103层的帝国大厦 是纽约地标 曾是世界第一高楼 被评为美国民众最喜爱的建筑 为了悼念法国遇害民众 帝国大厦当地时间 11日晚上8点起 特别亮出法国蓝白红 三色国旗颜色 并一度全黑5分钟 表达哀悼之意 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